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剩下的七章和八章呢我们可以在做试验的时候来学生来自学 这一章呢我们主要是对可变成SX设计这个技术呢 做一个全面的概述 就是包括我们这门客 这门技术目前发展的一些基本的状况 比如哪些新的技术 全世界那么在这个业内的最新的进展 比如说最新的气质 那么设计什么是SX设计的基本概念 什么是SOC和IP 那么这个目前这个业界最热门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这个SX设计和通常的电路设计有什么区别 那么在EDA设计当中最新的一些技术和进展 第二章呢主要是讲讲ASX设计 ASX设计的ASX的器件 就是可变成ASX 那么这个器件呢我们就要讲一讲CPID FPGA的基本结构 有哪些基本的资源 包括我们要选用的时候 什么时候去选CPID 什么时候去选FPGA 好 第三章呢是我们这文课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要讲硬件描述语言 叫VHDL 那么这种硬件描述语言呢它的基本结构 好 那么它有哪些基本的数据类型 怎么来进行描述 有哪些描述风格 第四章呢主要讲讲综合 那么这部分呢 因为要求呢 它就是对学生的要求比较高的 那么通常这名课在人生里面 在学习时候要讲 我们这呢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来自学 可以看一看 那么我们这名课呢 在这儿第四章是不讲的 第五章呢我们要讲 可变成的设计呢 主要的两个芯片呢就是FPGA和CPID 那么这个芯片它有哪些 结构上有哪些特点 怎么来用它 比如说我们就讲呢 它的最流行的这种芯片 比如Zalin公司的4000亿 Spotin Vertix Spotin 2 这两个结构 那么第五章呢 虽然我们主要是要讲讲FPGA的配置 那么什么是配置呢 我们下面再到后段 我们还会比较具体来讲 好 第六章也是我们这名课的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要设计的时候呢 你的目的是干什么 是要做仿真呢 还是要做综合 要实现它 所以说根据你的要求 你的目的不同 我们有面向仿真的设计 和面向综合的设计 那么怎么去设计一个组合电路 怎么去设计一个实际电路 怎么来利用状态机来进行电路设计 等等 那么这个第六章最后 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些 在系统仿真当中的一些一些信用性的技术 比如说我们怎么去写测试程序 那么这个测试程序 跟我们的普通设计它有一定的区别的 好 第七章呢 我们在课堂上不讲 因为主要是讲一讲 这么第七章呢 主要是介绍设计工具 就是第七章介绍了 目前在世界上最流行的 两个大类的这个开发工具 一个是燃链公司的 美国燃链公司 iSE系列的开发工具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Ment Graphic 它MVG Advantage 那么它的这个开发工具 我们要求呢 大家至少要把这个ModSame 这个仿真软件 把它学会 那么具体这个软件呢 我想大家通过自学 或者在通过做试验的时候 那么可以把这个比较好的 掌握这个工具 而第八章呢 就是我们学的那么多 我们怎么来利用 我们学的工具来做设计 那么我们第八章 主要一些例子 比如说怎么做一个序列检测器 所谓序列检测器 我们在通设的时候啊 或者在传皮数据的时候 怎么样是头 怎么样是尾 它这个真的结构怎么来区别 比如我们怎么做一个键盘 怎么做一个空调的这个控制机 怎么做一个显示器的VGA接口 包括一些数据采集的一些控制电路 单件机 怎么做接口 包括我们做一个高速的数据采集的一个实例 PCI接口的一个设计实例 那么这些呢 绝大部分的例子都通过我们老师和研究生 在科研当中的一些实例 我们大家通过这些 读读这些例子 那么 比较好地掌握这些技术 那么就是第八章 第八章呢 我们刚才讲过 也是在做实验的时候 在下面 在阅读 在自己学习的时候 可以参考这个例子 好 那么我们介绍了那么多呢 有些同学可能会问 我们这名课到底要解决哪些问题 我们这名课呢 叫可变成ASIC设计 实际上呢 就是要你 在掌握前续课程的基础上 比如说你要知道数字 以流去电路 你要对信号系统有一个了解 你要对危机原理 对单线机 对接口技术 有比较好的了解的基础上 那么甚至要求你对系统 比如对通讯系统 因为电子系统 有一个了解的基础上 利用这个可变成一个设计 这个工具 来设计我们自己的一个系统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数据采集系统 那么数据采集系统呢 整个所有的实际控制电路 我们用一个芯片来实现 比如说在通讯里头 我们接收机 要最佳接收的 什么数据相关器 信号均衡器 这些都可以用芯片 用单个芯片来实现 那么我们学过危机原理 学过单片机 那么我们过去呢 是用一个单片机的时候呢 去买一个现成的芯片 然后做一些接口 比如374 244 25呢 来搭建一个系统 那么学这门课以后呢 我们自己可以做一个单片机 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 我们设计一个 自己需要的单片机 这个单片机可以和8051系列的 莫托拉这个系列的兼容 也可以完全是自己设计的 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微处理器 那么这样呢 在一个芯片里头 我们把一个设计一个 用硬件描述引颜描述 设计一个单片机 用硬件描述引颜描述 设计它各种各样的接口 实际电路设计出来 这样呢 它是一个系统 那么到最后呢 到我们的技术 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SNC设计 那么我们马上就要讲到的 就是一个单片系统 比如我们甚至我们可以做一个 手机控制芯片 做一个系统控制芯片 比如说一个彩色电视的 一个接生机芯片 既定核的那个复制芯片等等 好我们下面我们就开始讲 第一张概述 这个概述呢 我们的同学在听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多 有些名词 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没关系 就是我们只是给大家做一个 概括的介绍 这个介绍的内容非常广 可能从我们国内 到国外最先进的技术 我们都可以介绍到 所以说肯定我们在听的时候 我们有模拟的 有数字的 有系统 有器材 对于学习者的要求的这个知识啊 要比较广的 所以说我们在听的时候 如果有 不是很清楚的 也没有关系 下面再看一看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说呢 这个我们这名课啊 可变成ASP设计呢 实际上是有几门课 那要做他做先导课程 一个基础课程的 比如说 微电子技术 那我们要有一定的了解 比如说我们要对计算机 技术 有一定的了解 那么还有呢 我们要对系统 一个电子系统 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说 这名课要把它学好 那么我们要 需要掌握这三个方面的 微电子 计算机 和系统方面的 三个方面的知识 好 我们讲了 微电子已经进入了3G时代 这3G呢 不是通讯那个3G了 就是说 你这个芯片的集成度啊 已经达到了Gb 那么时钟的工作频率 已经到了Gb 和赫兹 数据 数据 传送数据 能到了Gbps 那么这样呢 尤其这种趋势呢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就迫切了 根据技术的发展的要求 根据电路系统的要求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把整个系统 放到一个芯片上 那么我们这种芯片呢 叫做SoC 也就是说 System on Chip 就是一个芯片系统 或者叫变化系统 那么由于一个芯片里面 它又是把一个系统放进去 我们知道一个系统就有CPU 有硬的 有软的 不单有电子的 有计算机的 还有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 比如说我们手机芯片 就是一个通讯系统的 那么它有移动通讯的知识 各种信道 信号处理的知识 那么有意思 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呢 所以说它的设计方法跟过去 就有比较大的区别 那么这个图呢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SoC的一个结构图 比如说呢 那么这个结构图啊 它有这个 那么它中间有控制部分 比如说CPU 叫V处理器 有DISP 叫速箱处理器 那么它有存储性memory 有一些时钟管理模块 比如Clock Management 那么还有呢 高速的这个IO部分 比如说我们 插分通讯当中啊 都是插分的 比如不管在网上面 那么这个插分的时候 比如光纤 那么它可以上G 这个时候呢 你插分信号数字非常高的 可以上G的比特 那么另外呢 它有很多总线的连接部分 比如说那么里头很多功能模块 比如说你是移动通讯的 那么它有一些通讯处理的 这个功能模块呢 我们叫做Soft IP 把它IP呢也放进来 那么IP呢 我们叫做知识产权盒 就像一个过去的我们一个电路 是边做好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一个功能模块呢 是边路的软件来做好 那个经过验证可以用的 拿过来放在我电路里头 那么我们把它进入在一起 把整个这个系统 放在一个芯片里头 我们叫SoC 好 那么这个一般来说 我们目前呢 有一些具有系统性能的一些芯片 比如说我们说 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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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杂的可变成了解器件 就是C呢 就是complex PLD 就是program one logic device 好 那么还有现场可变成门正面 就是现场可变成的gate array 好 那么通过这两种器件呢 来做一个现场可变成的一个配套系统 就是可变成的一个SoC 那么目前呢 这是一个利用可变成器件 来做一个可变成的SoC 这是一个我们在这个IT行业 发展的一个趋势 那么我们就要开始介绍一些名词 比如说什么叫ASIC 这个ASIC呢 我们讲了它是一个英文的硕写 就是 Objection Specific IC 就是专用的IC 那么实际上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实际上这个ASIC 或者专用IC呢 我们每个人身上或者周围会看到很多 你比如说 我们这个AC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呢 比如这个PDA 那么这会有很多有一些专业的芯片 比如说手机里面 比如说这个各种各样的手机里面 包括一些视频 在数码相机里面 数码这个照相机里面 数码摄像机里面 包括汽车电子里面等等 基本上我们所有的一些家用电器也好 还有这个比较稍微好一点的这个设备 那它一定会有很多个ASIC 来最后把它做成一个系统 那么通常呢 我们按照这个设计方法来分呢 这个ASIC可以分成全定制的 半定制的和可编程的 那么全定制呢 就是做IC产量它已经全做好了 按照你要求你做好 半定制呢 就是它做好了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由设计工程师 不是微电子的设计工程师 它让我们根据设计者 根据我们的要求 我们来 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功能呢 微电子的气垫厂量做一部分 我们设计者呢 电子的系统部分师呢 也做一部分 那么第三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名 我们这名课 我们这本书要讲的可编程的ASIC 这个可编程的ASIC呢 就是目前用的非常多的 那么以后我们会比较详细的介绍 因为这个专用基层电子 它是可以编程的 就像软件也可以编程 这样呢 我们做系统的 我们不是做微电子的 那么做系统系统工程师呢 可以在家里面 在办公室 在实验室 设计出自己所要专用的一个ASIC 那么实现了一个系统的基层 因为它是可编程的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场 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时间 所以我们在出差 都可以来做设计 我们通过各种传输图 比如有限的 无限的 把它传回试验室 可以动态进行调 那么这是非常方便的 所以说呢 利用可编程的ASIC 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 缩短了开发周期 缩短了上升时间 渐渐的开发成本 那么可编程的ASIC 如果我们要再细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成 可编程的数字的 可编程模拟 可编程混合的ASIC 那么这个其中呢 可编程数字ASIC 是最成熟的 也就是我们 也就是这门课 要给大家介绍的 那么一个可编程 ASIC设计的这个图 这个工作流程啊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三个步骤 这个比较通用的 那么首先呢 我们要进行设计 设计 设计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 对录图 可以用语言描述 比如说 ABLE VHDL 或者是RenLog 来进行设计 设计以后啊 就像我们做软件一样 进行编译 进行仿真 通过没问题 然后我们来设计 来执行 Information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一步啊 在前面设计好的这个 代码网表的基础上呢 就做 我们能不能很多 里头很多的器件 模块了 放在什么地方 我们叫布局 布线 好 最后呢 形成一个位移文件 好 这个文件呢 就相当于我们做软件的 可执行文件一样的 这个文件呢 就是我们要最后 要表达这个文件 但对这个 在第二步中呢 我们可以做 实际分析啊 他的 看他的这个 版图啊 等等 如果第二步 没有问题 然后把我们这个 未留文件 BitStream 这个文件呢 比特文件呢 就通过下载线啊 嗯 PCG或工作站呢 把我们这个文件 就放到我们电路板上去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前面做的都对 那么我们的电路功能 就实现了 那么你的硬件设计 也就实现了 好 你看 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呢 我们叫它 所以说有些人呢 叫它软硬件 这个硬件设计的时候呢 跟软件没有区别 第一步 我们用写代码 只不过是硬件描述语言 好 用VHDL 或是Verilog 来写代码 代码呢 进行仿真 进行功能仿真 如果没问题呢 然后进行去下一步 好 下一步呢 也是软的 又通过软件 通过工具来做 好 布局 布线 最后呢 时序分析 看看版图 最后再问问题 然后我们就下载 叫download 下载以后呢 看看那个电路功能 是不是实现了 好 如果不行呢 那么我们再回来 再第一步 再重复来做 整个呢 是一个非常 通常啊 你第一 如果第二步 做的比较好 就是实际仿真 你可以做静态的仿真 做动态的仿真 如果没问题 那么很快 所以说我们刚才前面讲过 它的可变成AC的最大的优点呢 就是它可以减少很多成本 它们用的时间非常快 时间短 所以说在国外一个公司里面 在几天之内啊 我就可以做一个产品出来 所以在几个多个小时之内 十个小时 二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做出来 因为它这个可变成AC是可以编程的 就像软件进行编程 所以说呢 我们叫它叫做在线的动态重构 什么叫在线呢 就是这个电路还在运行 这个机器还在运行的时候 我们要在线 动态的 就是说一般在运行 我一边的就可以来进行存购了 首先存购就是通过download 那么这个download呢 可能是通过下载线 通过一些有线的无线的 对它这个芯片的功能进行配置 所以这个非常好的 所以说由于这个可变成这个硬件的 端用技术电路啊 那我们用它说 就像软件一样 可以进行配置 反正进行修改 所以说它的升级 它的设计 给它这个非常灵魂 所以说电子系统啊 它的通用性和流行性非常好的 好 那么我们下面讲一下这个可变成这个器件 那么什么叫可变成AC呢 我们讲了 AC是专用技术电路 那么是要说什么是专用 什么是通用呢 这个界限呢实际上也没有非常严格的定义 那么通常呢 你比如说我们的微处理器啊 CPU啊 包括DSP RAM 它的动态的RAM 静态的RAM 包括一些各种各样的各种工艺的小规模 中规模大规模支撑电路 比如说 有什么研码器 二绅士 这种呢 我们证明它是通用的 或标准的 好 而另外一些电路 比如说 我有一个单转机 有一个CPU 我要做接口 那么这个接口呢 要 我们大家知道啊 接口呢 要跟你 接什么东西有关系的 比如说我这个CPU 要控制一个打印机 那么这个接口 是一个接口的程序 是一个打印机的接口 那么如果我要做一个数据采集 那么可能和AD 接口 所以说呢 这些接口呢 就比较专用了 所以说 我们通常呢 把它的一些外围电路 或一些接口电路 这些呢 甚至一些 一些孤门模块 比如说 我们要 刚才讲的 通风的相关处理 它的均衡器 等等 这些呢 都是它比较专用的 那么我们用它呢 这种呢 这种接口电路 我们通常 或者外围电路 我们叫做这个 专用的ISing 那么实际上呢 这个也不是非常严格的 我们根据大家的理解 啊 我们可以分 CPU 通通用 像这样的 我们是通用的 其他的 那么这些接口啊 好 分性性强一点的 我们是叫做ASIC 当然 如果我们要再细分呢 这个数据ASIC 可以分成半定制的 当然 有半定制的 就有全定制的 那么呢 还有可变成的数字 那么这个我们半定制 全定制的 讲了一点了 那么按照 国际上这个行业内 来分呢 我们叫PLD 那么PLD 就是可变成 这个逻辑器件这个家族呢 那么 首先呢 我们讲了 它有模拟的 有数字的 在这个逻辑这个数字 背后里头呢 它分的ASIC 和逻辑标准单元 那么这个ASIC 呢 有分的几种了 比如叫PLD 门阵内 还有这个标准单元 还有一些全定制的 那么我们呢 是属于这个 Programm-Logic-Devices 这个里头的 有一组 那么 我们要再细分呢 就是 这个ASIC 叫Simple PLD 简单的PLD 复杂的PLD 和现场可编程的门阵列 那么 全定制我们讲了 刚才提了一下 就是说在那个 IC 系列厂 系列厂家呢 它的功能 按照你提的要求 我把你的 所有的 从你的芯片的 它的眼膜 包括它的尺寸 内置 连线 它的速度 功劳 全给你做出来 好 那么就是你拿过来 用后就用了 那么这种是全定制 就是 芯片厂家可能全做好了 那么就是全定制的 你不可能再去改它 那么半定制呢 跟全定制的区别 就是它 有一部分 是厂家 芯片厂家做好的 剩下的呢 比如跟你 电影设计工程师来做 好 那么就是说 半定制呢 就跟全定制比 可以一个约缩了 约缩的目的干什么呢 就是 怎么来方便 我电影设计工程师进行修改 就在做 那么这个是一个 一个门正列的一个 一个结构 一个那个示意图呢 这一圈呢 边这一圈啊 大的这一圈呢 我们叫做焊盘 叫银角 中间的那个小块啊 我们叫做门 很多个门摆在一起 叫门正列了 那么中间的一个门呢 我们知道 你可以是一个影分门 就是门组成的一个逻辑 有些逻辑门组成的 一些小的一些块 我们知道呢 通过门 我们可以实现任何一种逻辑功能 就是 所有的数字电路功能 我们通过门来可以实现的 所以说呢 其实门正列它是一种半定制的 就是门是做好的 焊盘是做好的 哪些呢 它把这个连线 就是你做好那个逻辑以后 怎么连呢 让设计者来 让电子设计工程师来做 这就是门正列的 所以说我们来设计 我们从门来开始 大一个收拾系统 那么显然但用手 是手工是不可能的 一般来说呢 就是用机器 要借助专门的这个门正列设计软件来做 因为它是从地底层开始啊 所以说呢 你要决定每一个门的功能 决定这些门怎么连接 最后形成很多个门块 这个门块呢 最后再来连接 所以说这个门正列设计是比较复杂的 对工具 对你的环境要求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门正列是一种断定制的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标准单元 标准单元呢 跟门正列比较类似 它也是一种断定制的 只不过是这个标准单元呢 时间大的share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门了 它比一个门要复杂一些 那么它是 是经过配置好 是经过测试的 是可以用的一些 有一定功能的逻辑块 把所有标准单元 放在库里面 这个时候呢 你把那个库掉出来 放在这个 放在你的芯片里头 这个时候呢 你再来决定怎么连线 当然你要是 一定是借助在这个CLD 就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工具 或者EDA工具 这种工具下面来完成的 那么这两个呢 都是 都是不要典型的 半定制的这个设计 那么我们这门课呢 主要讲可编成ASF设计 左二呢 所讲CPID和FPJ 那么这两大类的器件 你们用的最多的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FPJ的一个版图 这个版图 在地上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呢 这一圈啊 它跟着门证面 比较类似的 这一圈都是焊盘啊 那也是 那么这个 这是一份引脚出来的 中间呢 就叫逻辑功能块 叫CLB 叫Configurable Logical Block 就是可构造 可 可 可编程的这个 逻辑功能块 那么这一圈呢 外面的脚呢 叫ILB IL Blocks 那么中间 你这个脚也好 还有每个CLB 它有很多线连起来 就这个Switch Matrix 还有很多线 叫做可编程的连线 所以说呢 通过这三个可编程的部件呢 就构成了一个FPGA 这个才是一个简单的版图 好 那么我们再仔细地看看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呢 就是一个IO Block 对IO管理的 那么对IO管理的时候呢 因为它有地中发器 那么就可以锁存 那么它有一些输入输入控制 它可以上拉 可以下拉 好 那么这个是连线 这个线呢 可以控制它怎么连 那么这个逻辑功能块里头呢 就是这个CLB 这个小的CLB里头 这里头呢 你看 它有地中发器 有两个地中发器 有一些插招表 有些组合逻辑 那么可以实现一些逻辑功能 好 那么如果一个不行 就是你通过 这三种可编程资源呢 好 来实现一个 一个复杂的 一个很复杂的 一个硕士系统 那么所以说呢 从这种角度上看呢 FBJ呢 是 它是看起来像门阵列 它排起来的 但是呢 每一个 每一个功能块呢 它要比一个门阵列要复杂的多 它也很灵活 它有地中发器 做各种各样的处理 输入输出部分呢 也很灵活 也可以锁出 也可以缓出 上拉下拉 那么连线呢 它也很灵活 你可以长的 短的 可以各种各样的连线 这样呢 就像 有点像 IC设计 所以说我们 以后我们会讲到 在做IC设计的时候 你真正在投片 在进行加工生产以前呢 一定要用FBJ 对你的设计进行验证 之后 你才可能进行去投片 因为 为什么要用FBJ呢 也就是说 这个FBJ的结构 它跟IC的结构是非常类似的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看看 有哪些 一些器件 现在可变成IC的器件呢 是 应用非常广 比如说 各种领域 比如应用 计算机应用 通讯 指控 衣表 应用非常多的 那么它 不但是在 样机式制 那么批量式制 目前呢 也开始了 就是你可以做批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现在这个成本 越来越便宜 我们也会讲到 现在十万门的一个芯片 可以到几个每年之下 就是你 这样呢 基本上和那个 专用的 就是和我们 全种制的IC 它已经 价钱区别比较小了 那么电子设计 我们做系统设计的工夫呢 就是你 我们做硬件的时候呢 是要设计两个 一个要设计PCB呢 就是硬化电路板 那么还要设计这个 SX芯片 有这两个 那么就是你整个这个电路硬件 就有了 所以说呢 我们做设计工程师 做一个设计工程师呢 一定要掌握 可不可以的SX设计 掌握它的设计方法 当然还有一个呢 叫做PCB 当然说到这个PCB 大家不要以为 只是用Protel 进行一些简单的设计 PCB设计非常有学问的 你比如说 做PCB的时候 那么我们通常呢 做一个硬化电路板 然后做好以后 把芯片按上去看看 可不可以 就是所谓可不可以呢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 直播器 用逻辑分析仪 来测测信号看 可不可以达到要求 如果不行 我们再重新来 实际上呢 我们真用目前的这个 现在我们讲了 因为到了三个 就是工作频率非常高 就是光线要上G的 无线要上G 移动通信 都是几个G的可以上 像这样的时候呢 PCB做的时候啊 它要求非常高的 你比如说 就是我们讲的PCI 做一个PCI接口 比如说33兆 66兆 它每一个角啊 实际上 我们知道 在我们的电路当中呢 就是我们要说要射频 叫什么叫长线和短线呢 就是什么是射频呢 什么是一个普通的一个 我们低频率电路呢 那么就跟你的工作频率有关系 如果你这个工作频率 和你的尺寸可以比例的时候 比如说 我这个长度 正好是你拨长了四分之一 就四分之一 一个lambda的时候 正好说 你这个线 连线呢 是一个天线 所以说 实际上PCB设置的时候 到频率高的时候 要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 我们要做PCB 要对信号的完整性性的分析 看看有没有实针 有没有变形 有没有机变 最后还要做PCB的实际分析 看看它电路实际的要求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么 如果还有要求再高呢 你要做热分析 做功率分析 做这个EMC 就是它的电子干扰这个分析 这样的时候 做完分析以后 你的电路才能保证 我这个 基本上 我这个按上去就可以工作 所以说 我们设计工程师呢 要掌握 ASIC 要做PCB 这两个 不是简单的 像过去 只是画一画 连起来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么在PID这个行业里头呢 那么有三个方向 就是它的密度更高 速度更快 那么它可以上千万 或者几千万门 那么它像嵌入式的 这个通用后的这个发展 我们像低电压 低功耗的这个方向发展 好 那么这个第一个 那么我们不用解释了 第二个 像嵌入的通用后标准的功能发展 你比如说现在MPC里面啊 它可以嵌入一个CPU进去 嵌几个CPU DSP进去 可以嵌一些 放进去一些承法器 一些不明模块放进去 那么这电压越来越低 如果电压低嘛 那么 功耗肯定也就低 而且 电压低功耗低嘛 它的辐射也就小了 所以对外界的干扰也就小 那么数字可没成器件呢 它有各种各样的工艺 比如说 也就正融丝的 反融丝的 基于EPRAM的 基于EPRAMPRAM的 基于FLASH 基于SRAM的 那么 利用这种工作原理呢 实现各种各样的可办成器件 那我们下面呢 给大家介绍一些 一些常见的 几家 这个 FPGA CPIP的 这个设计 就是这个 芯片的公司 那当然他们也做了一些工具了 就是我们 现在 世界上最常见的 那么几家公司 最有名的几家公司 那么 首先呢 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的 Zanning公司 这个 这个公司呢 它是发明了 这个 这个 IPGA IPGA的芯片呢 是它来发明的 那么它在 这个 世界上的这个 缝额 LPA的缝额 占了很大一个缝额 那么 它有很多芯片 它有自己的工具 比如说 它有0.15微米的 Vortex 2 那么上 还有 0.09 一个到 纳米级的 它的这个 叫Spartan 3 这个芯片 它有很多种芯片 价钱呢 可以到 两三个美元 就是说 你 上换门的 一个芯片 它就只有 两三个美元 所以它这个成本 还是比较 价钱 还是价格 比较低的 我们看一个最新的芯片 叫Vortex Pro 这个芯片 那么这个芯片里面呢 它里面有 比较复杂的一些功能了 它放了一个 PowerPC 32倍的微处理器 还放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那么 第二家 另外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助理公司 那就是美国的 Atola公司 这个公司呢 它做了 比如它有 0.13米的 Stribe TX 这个芯片 那么它可以到 上千万门 可以估计到 420兆 好 那么这是一个 它的一个芯片 比如它有 DSP 它里面有 时钟管理模块 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功能模块 有插分输出的 比如它这个 原应 那么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用的时候 比如它做了一个 一些接口 你只需要 比如说 比如说 你要跟网络通讯的 一个处理处理 设备 你把这个芯片 把你们所有的 共同放到这个芯片里面去 然后 加一些 小规模的 通用的一个芯片 你们有一些 网络接口的 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芯片 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 呃 功能实现 那么这个芯片 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呢 新芯片本来是很复杂的 然后它就把 那个里面 那个芯片呢 它就想 大家因为看PCB 比较熟悉了 我就把里面 抛开以后呢 把它拉出来 相当于 里面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 有一个处理器 有这个ROM 有ROM 有RAM 有一些各种各样的 这个双端口的 这个 这个先进先出的存储器 有些看总线的 有些PCI接口的 其他标准的 有各种各样 都放进去的 那么实际上呢 当然这个 这个所有的功能呢 我们可以认为 它是一个IP 也可能是硬的 也可能是染的 我们放进去 就是一个芯片里面 继承了很多很多的功能 文化在里面 所以我们用起来 会非常方便 那么第三家公司呢 就是Eletis 这个公司也是非常有名的 一个PID的厂商 那么这个公司呢 它的 它的这个型号呢 就是ISP系列 对 ISP的 这个可编程的CPID 它的MPGA 等等 那么这个Nurk系列呢 这个系列 本来是这个AMD公司的 那么一个Ventis 那么Ventis把它收购了 那么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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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有名的一个 就是我们知道啊 叫ISP 就是 叫Een System Programable 就是说 在系统可编程的 就是你的芯片呢 不要揪下来 不要从电路板上拔下来 就是说你一旦工作 然后 我就把你 通过下载线 啊 这个你放进去了 我们叫编程 让它实现功能 那么 顾客材材材 是要把它揪下来 比如说 呃 放到一个 专门的一个编程器里面 呃 把它插好 把那代码 把比特文件 或者把这个JED文件 放进去 啊 切好以后 再揪下来 再放到电路板上去 那么现在 就不用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是可以 呃 Lectis呢 它发明了一个 在线啊 叫ISP的 好 那么ISP呢 2ISP 可以对CPLD 对FPGA 对各种各样的PLD 包括对CPU 对WG 可以进行编程 好 这是非常方便的 那么在IT行业呢 对PLD 或者要对 可编程ACQ的 最大的用户呢 就是通讯设备制造商 那么因为这个 比如说 你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DVD的 DVD 用在机顶盒 移动电话 啊 这个 一些网路设备 一些信息家电 等等 那么 在行业内 做过一个统计 那么 一般来说呢 就是在IC 就是我们的基层电路啊 基层电路的 百分之六十五左右 这个 一个基层电路呢 我们这个行业 基层IC这个行业的 百分之六十五的芯片呢 被通讯设备制造商用了 通讯设备是一个最大的 这个IT行业里面 这个通讯这个行业呢 是PID的一个最大用户 那么 随着我们国家这个 这个 这个发展啊 那么我们国内的企业 也不是 只是一个简单的 安装 组装啊 我们要从制造 向设计型转备 比如说 VCD 那固域我们做不了 那么我们 只能买别人的 我们自己来 组装 焊接起来 调试后 卖出去 那么这个成本 成本在什么 在芯片上面 你比如说这个计算机 计算机这个 有两个 芯片 那么它的基础含量是最高的 一个是CPU 我们都知道了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芯片组 所以说呢 像我们 我们过去 当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 计算机 有很多品牌 但是真正的那个 关键技术 不是CPU 那么不是我们自己做的 比如说 你不管是用 英特公司的 还是用AMD的 好 那是别人的 芯片组 那也是 那是因为我们现在 谁说呢 如果我们要从自己 要有自己的技术产权 自己的技术 含量高的产品 那么你要从 有一个转变 那么通过用FPG CPI-D呢 那么我们掌握了 这种设计的办法 这种设计方法 这种技术 我们可以很快的 把一些核心技术 比如说 那么 奔心我们做不了 我们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 比如干面机 或者一些 工具 不是非常指导的 一些CPU放进去 那么我们做自己的产品 这样呢 这个产权才是我们自己的 好 那么下面讲一下编程技术 什么是编程呢 就是说我们说 这个可编程 是可编程的 所谓可编程的呢 就是通过这些编程技术 让这个芯片 具有我们自己 所要求的一种功能 我们设计的那种功能 好 那么当然一般来说 编程的 就是把 再具体一点呢 就是把那个0102代码 给它放进去 放到芯片里去 好 从而实现 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 逻辑功能 那么实际上 这个编程技术呢 就是用的 比如EPROM EPROM FLASH SROM 跟这个编程没有太多的区别 技术上是比较类似的 比如说我们基础 融丝和反融丝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你给它像保险丝一样的 像PROM 加一个大电流 加一个高电压 把它烧断 好 那不是0 就是1 好 那么如果你烧断 嗯 烧断 是一种状态 那么反过来 我们叫反融式的 比如你烧断性 1 那么 如果你 反过来呢 这烧断就变成0 那是一回事了 那么这种只是一次性的 所以说呢 这都是OTP的 就是one time program 我只能编一次 那么最终有一个好处 那么最终有一个好处 TTPP虽然说只能编一次 但改起来 少少麻烦一点 但是呢 它是 如果你的工作环境比较差 比如如果你在航天 或者你这个 呃 车间里面 如果干扰 噪声比较大 这个时候呢 你用了一次性的 OTP的这种器件 非常好的 因为噪声 不可能被它再重新编程了 那么否则的话呢 会比较 比较麻烦 现在想请问您 这么个地方 支持民众 比较大 前面的 按照 谢谢 respond let